今天要做一道超好吃的 茄汁猪扒焗饭 看看是不是很诱人 首先我需要这样一块猪扒 大概有三厘米厚 有稍微厚一些 煎出来中间比较嫩 那我先把它给拍松一下 用力一些 撒上盐和黑胡椒粉 两面都要撒 然后让它静置30分钟 准备西红柿切成片 这个西红柿最好是熟透的 锅烧热 放少量的油 把腌好的猪扒翻面去煎 用中等偏高的火快速把两面煎到金黄 把里面的水分锁住 开始的时候火力不要太小 当两面煎到金黄酥脆的时候 我们再用中等偏小的火 慢慢让它煎到基本熟透 取出来 切开的时候 里面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粉红色 这个状态就对了 因为一会再放到烤箱烤一下就刚刚好 煎猪排的锅底油 把蒜和洋葱放进去 用小火慢慢煸香一下 再放进去切好的西红柿片 用中火翻炒 一直把西红柿炒到糊转 再加这些调味料 再加这些调味料 放进煮熟的米饭 大概这样的杯 这样的cup 三cup左右 这个米饭在煮的时候 最好稍微偏硬一些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让米饭吸收茄汁的味道 然后用小火 稍微再焖一下 这样米饭吸收茄汁 然后做到颗粒饱满 然后加一些香菜 中式的西式的都可以 准备一个烤盘 把炒好的米饭放在烤盘里 我还会放一些现末的黑胡椒粉 然后摆上刚才切片的猪排 面上撒上奶酪丝 我这里是Chether和Mozzerola 两种混合的奶酪 你可以任选一样也行 或者选你自己喜欢的奶酪丝 烤箱预热350华氏度 烤盘放在上层 烤8分钟到10分钟左右 要注意观察不要烤焦了就行 烤焦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这里猪排的入味一定要给它拍松 就用我们俩带齿的锤子 你给它拍松 拍松完盐和黑胡椒粉撒下去以后 它就会很容易腌入味 你的还放那里半个小时就好了 然后去煎 煎的时候就行了 就把两面煎到焦黄 就把水分锁在里面 那里面呢 所以切进去还有淡淡的 一点点的红就对了 不要有太多红色 就淡淡一点切一片一片 一会把这猪排再放到里面烤一下 它就刚刚好熟 所以就是掌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嫩度 就刚好了 然后这个猪排的味道呢 我重点就是黑胡椒粉去调它 足够了 非常的香 盐和黑胡椒粉来调牛排猪排都非常的好 不需要太多 这样子它的原味还反而呈现出来 猪排的原味很香的 猪肉的 然后呢 这个米饭呢 我是用西红柿枝炒的实际上 那西红柿呢 你记得就要把它炒成糊状 炒成糊状呢 它这个酸甜再加点糖 炒成糊状以后加点糖 它的酸甜度会比较刚好 如果你还是一块一块的 可能你还吃到西红柿是酸的 也不能跟米饭裹得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给它炒到糊状 然后再把米饭混进去 那另外我之前加了蒜跟洋葱 都是能蒸香的 但是不爱吃香辛料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你不用担心 它不会有刺鼻的洋葱味啊 或者蒜味啊 因为它跟西红柿在一起煮过以后 它完全就没这个味道 它只有它那个特别的香味 我们吃起来的时候 洋葱就有脆脆的口感 洋葱丝有脆脆的口感 那另外米饭跟这个西红柿汁混合完以后 这米饭变得很有味道很好吃 尤其是我加了一点蚝油调味 你如果觉得希望它酸甜味更多一点 你可以用ketchup再放一些 放一些蚝油呢 真的是中西河壁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就变得一下子很有味道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米饭 不管你是用电饭煲蒸 还是用锅煮出来 你要比平时吃的米饭稍微硬一点点 就是水量稍微低少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 这个米饭经过西红柿 因为我是西红柿的 等于汤汁吧 再给它翻炒慢慢焖煮完以后 这米饭这盆胀的就刚刚好 不会烂 当然如果你喜欢吃烂的 那就无所谓了 对吧 这样子米饭也是粒粒分明很清楚 所以你就是稍微煮的干一点 然后用什么米都可以 原米长米都没有问题 就是说你不要煮的太烂就行 里面特别加了那个西人的香菜 其实很香的 你可以用我们中式的香菜 这样子呢 其实不管是香菜洋葱 平时做菜时候都放一些 就是增加它 因为它毕竟里面有一些矿物质跟味料元素 你就会增加一些营养 就在这个时候加进去 真的很推荐大家 就是妈妈下班回家 对吧 你只要稍微把猪排腌半个小时 这边稍微把米饭 你事先都煮好了 放在那边 然后就是等猪排的时间 腌半个小时 然后煎 就这个时间 这个期间你可以去做汤 做一个蔬菜汤 对吧 然后这个你汤做好了 你这个也差不多好了 你就米饭可以事先准备 就很好 然后这个如果做为中午 孩子们带到学校的午餐 也非常好 也就是如果它是有微波炉加热一下 当然是更好的 就学校如果有微波炉加热一下 就更好 没有的话放到一个保温盒里 也非常好 放到保温盒里也很好吃 一般来说呢 中午这样子吃起来 它又有营养 它也比较开胃 不会觉得很重 觉得很heavy 吃得好像油腻 不会 它非常非常的开胃 所以呢 这个也算为一个午餐 所以你看我现在一直在替 妈妈们在想 孩子带饭的午餐 这个也非常的好 好吧 那我今天呢 这个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道菜的话呢 请给我点个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有问题呢 可以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那我们下次再见